说这事儿有点扎心 你们老看着我说我简陋简陋 我先说我这么多年失之交臂的重要文物 过去有句老话叫 毁清了肠子 毁清了胃 一下子毁到了旧社会 毁清了肠子 我自打喜欢收藏这事儿 这肠子就没红过 这都是清的 老后悔 你慢点 文物收藏 说毁清了肠子实际上是俩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买错了 买的时候不是高兴不是激动 回来一琢磨 这东西错了 卖打眼了 所以沮丧 沮丧都不得了 这叫毁清了肠子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是失之交臂 这东西你本来能买 你因为种种原因你没买 所以毁了也后毁 毁清了肠子 那么我今儿说的就是第二种 就是失之交臂的 我喜欢瓷器 时间特久 现在算起来都有四十年了 那么最初喜欢 因为没有多少人懂 我这个天生悟性好 我原来讲过什么叫天赋 就是你天生感受比人强 我们喜欢这个瓷器的时候 当然就知道在瓷器中最贵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法郎才 法郎才高贵 出来就是宫廷座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最好的一定是乾隆的 不是康熙的 为什么康熙刚创烧 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到了乾隆 炉火春青 大量的明清官窑 都是在景德镇烧造 但只有法郎才这种御用的 把玩的东西 是景德镇烧的素胎 挑好了一会儿 运到北京 运到紫禁城内 然后用宫廷画师 按照皇上的旨意 画好了 在宫廷开一小窑烧造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 那这种品种就很少 产量也很少 拿着给皇上玩的 在民国革命以前 故宫博物院 1925年没成立以前 没有人见过 除了皇家的人能见到 你不进去你见不着啊 所以1925年故宫博物院 一向社会开放 无拉拥挤的人 第一眼就是法郎才呢 现在看法郎才 是吧 我二十多岁 就知道啊 就喜欢 那时候因为没有书啊 就尽可能的找各种资料 就钻营各种机会 就去学习去看 故宫的展览都看的 就是熟到任何一件东西 你挪个窝我都知道 改革开放啊 就宣布改革开放呢 是1978年的事 那到今年呢 就整整40年了 40年呢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 那动静不是很大 就是他首先要拧观念啊 我们禁锢了那么多年 突然要把观念放开 是个很难的事 那么我就去呢 上海出差 刚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要急需外汇呢 然后北京 上海的这种最重要的城市 有一家商店 叫同样一个名叫 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是赚外国人的钱的啊 一点都不友谊 他跟中国人不友谊 他专门赚外国人的钱 那么 那北京友谊商店 也有很多文物啊 但北京文物商店 北京这个 毕竟有 过去的老先生啊 把关把的严 所以好东西露不出来 上海相对就比较宽松 我到了上海的友谊商店呢 我都记得特清楚啊 去过好几回 一开始没注意 有一回一眼就看见一碗 跟人家不一样 不一样 这碗就搁到边上啊 就是边上 我现在都能清楚地想到 那个柜台的那个位置 在哪摆着 那时候就扒着那柜台上看 看呢 就跟那服务员 就是说你给我拿着看 那服务员理得不理我 服务员跟我说一句话 说能先看价钱 就是你先看价钱 你再跟我说看东西 什么叫先看价钱呢 就是你先看这东西多少钱 这东西多少钱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东西标价三万 外汇人民币 那是使用外汇券 外汇券从理论上讲 是本券与人民币等值 一块顶一块 实际上当时外汇券 最高的时候 是一块顶两块 那换句话说 这碗值六万块钱 这碗有一名 这名特长啊 叫这个 它是 主要是黄和胭脂 这两色 它全名呢 叫黄地 开光 胭脂红彩 山水文碗 它主要是黄色的地子 然后开光呢 用胭脂红化山水 非常漂亮 这东西在当时 三万块钱是很贵的 它叫为什么那么贵呢 它当时 这个我们的文物啊 创收 就是创造这个收入啊 它有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叫 少出多汇 细水长流 这当时 所有人都知道 干这行都没有不知道的 什么叫少出多汇呢 就是说 这文物 谁都知道 卖一件少一件 它不能生产 少出就少卖 高 少出多汇呢 就是多卖钱 就是望死了载 刚开放 外国人来的少 不明目的人多 望死了载 细水长流 慢慢卖着 是这意思 少出多汇 细水长流啊 这个政策 至少在八十年代 那十年 是贯穿于 国家文物系统的 一个基本政策 那么有一商店呢 北京有一商店 我也买过东西啊 以后有机会 我把北京商店 买的国宝级的东西 给你们看 现在是没时间啊 咱们今儿不是说得买的 咱说没买的 我上上海有一商店 一下看这碗啊 这碗呢 我就说 您给我拿出来看 人家售后员呢 那时候我也年轻啊 我年轻的时候 长得 就像好人可能是 他反正他不给我看 他就说 能先看价钱啊 这个 你先看价钱 我看完价钱 我说这不就是三万块钱吗 说你拿出来给我看 你不能不给我看 他根本不给你看 为什么 三万块钱 在当时是一天价 他不可能让你一个 毛头小伙子拿出来看 万一给菜了算谁的 他不给你看 那我就变成去了以后 隔着玻璃看 隔着玻璃看呢 就开始跟这服务员呢 就套词呗 跟人聊天呗 就是智商不够 拿情商凑啊 拿情商跟人聊天 聊天嘛嘛嘛 聊着聊着呢 不定哪句话 把人给搞高兴了 你说你看就看呗 拿出来给我看 这东西就看了 拿出来一看 这碗 是乾隆本年的 乾隆本年的是不能卖的 你知道吗 我们国家的文物政策 定得非常明确 它叫乾隆六十年 是个极限 我们能够卖出去的文物啊 是乾隆六十年之后的 按照公元纪年 叫1795年以后的东西 是经过文物系统的鉴定 打一火器 可以卖到国外去 但是在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啊 就是1795年以前的 这东西贵贱不让卖 这东西乾隆本年的 那就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不能卖的东西 但上海啊 这个文物系统的人呢 鉴定这东西有难度 他认为画的这么漂亮 这么胭脂啊 胭脂 胭脂色这个是民国最爱用的 你知道民国时候 尤其上海地区的 大量的餐具都是画胭脂彩的 你就画胭脂彩 再加上这皇帝 嫩粉嫩粉的这样子 想来想去说 这东西不可能是乾隆 那是民国坊 民国高坊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当成了民国高坊的去卖 卖一三万块钱外汇 就是符合国家当时的政策 少出高汇 细水长流 高汇 刚才我说少出多汇 反正是一个意思 就卖的贵贵的 死死的摘泥岛算 但如果这东西是乾隆的呢 这价钱就便宜了 就便宜了 但三万块钱 对我来说 那个八十年代 那三万块钱也真是大数 它有多大呢 八十年代 上个世纪就三十年前 主要的口号就是 争当万元户 你想这一个碗就三个万元户 如果折成人民币 看不出是六个万元户 那么我当年买过很多东西 都是标价外汇人民币的 经过多次沟通通融 都可以以人民币结账 因为国家说的嘛 本券以人民币等值 可是最初的时候 凡是卖外汇的 它不卖你 中国人 你必须出示老外的护照 它才卖你 你有钱还得有护照 所以呢 我就每次到上海的时候呢 就有点有这个 就追求女孩的那个乐趣 就是只要这女孩在 我就老去追求 就是每次到上海去 就奔得有一商店去 看这个碗 每回看都在 拿这么一碗 拿着抱着看 哎呦 喜欢的不得了 就觉得但是 你喜欢 归你喜欢 是吧 喜欢明星的多了 你想取明星的 那不就少了吗 取明星代价惨重啊 那么 这碗就看了 不知多少次 根本就记不住 这个多少次了 但是这个碗呢 它能够出镜 好 终于有一天 大概是1987年 我去的时候 一进那商店 就是第一眼 先描那柜台 描那柜台 第一眼就描那 那层的那角 一看 碗没了 然后过去 这时候因为看了很多次嘛 第一次人家不给你拿来 等你一旦人给你拿了呢 那售后员都认得我 每回去说 又看碗来了吧 看看吧 看看拿着看 欣赏完又搁回去 最后就问 我说那碗呢 说完卖了 说这个 把人给宰了 说这个就是 这个 说卖这么多钱 说我们可高兴了 那任务 半年任务 我们都完成了 黑了人一到 卖了三文块 这个 这大概是87年的事 88年 一年以后 我到香港去 这晚 在香港苏比拍卖 卖了多少钱呢 这扎心呢 所以记得住啊 不是毁清了肠子吗 现场拍了720万港币 加上易成雍 我们现在到苏比 买这个价钱都要加两成佣金 当时就加一成 792万港币 当时港币比人民币贵 1比108大概是 那就换算起来呢 大概这个值850万那样子 850万你算啊 850万人民币 我当时要买3万就买了 你看差多大一个价钱 和当时就和100多万美金 被日本人买走了 那时候日本经济 88年的时候最好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说 哎呀这日本人都是傻子 日本脑子瓦特了 进水了 所以这事呢 你就对我特刺激 特刺激 那肠子肯定啊 就是青涩的 好长时间缓不过来 上厕所都是肚子疼 就是人呢 是不长厚眼的 你说那东西贵不贵啊 它贵 它真贵 三万块 可我要知道第二年啊 其实当年就值这钱 拿出去能值 合法的拿出去啊 那上面打着火器 可以拿出去 差不多是 三百倍的价钱 那我就不嫌贵了 对不对 那我如果买了这碗 到今天还得在我手里 我得咬着牙把它存着啊 这碗特有意思 到今天为止 这碗底下 还贴着一个口渠纸 你知道什么叫口渠纸吗 现在没有 现在叫不干胶 口渠纸是原来一种小便条啊 有蓝色 有红色的 就打嗝的 两道杠 红的蓝的 它过去口渠纸 最初的时候 口渠后面有一种被胶 这个被胶嘛 我们现在都是不干胶 那个不干胶 你摸的是黏的 那个被胶是不黏的 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 要蘸一点水 它就发黏了 就粘在上的 可是大家都懒呢 去蘸水呢 就拿舌头舔一下子 过去我们贴邮票 都是舔一下子 把它贴上 贴一下 你赶上土壇 就粘一点而已 那把这口渠纸 贴在这个后头 贴在这个碗后头 到今天 你看这价值连城的 这国宝级的文物啊 后面还贴着当年 他们的口渠纸 上面写着1964 钢笔写的 那么这东西呢 1988年啊 卖了792万钢笔啊 相当于100万美金 那时候100万美金 可听着比今天大啊 今天所有的顶级富翁 那时候全都是穷人 到了97年啊 说来说去还不到十年 九年的功夫啊 这东西再次上苏武比 再次拍卖 拍了多少钱呢 拍了2147万港币 差不多三倍啊 三倍 这个被谁买走了呢 被世界啊 最牛的大商人 埃斯克纳吉买走了 就是当年啊 2.3亿买鬼骨子下山啊 圆琴画那大罐子那人 97年被买走以后 到现在你算20年了 97年 07年 17年啊 正好20年了 这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啊 我们今天想这一版啊 能够从出江湖 进入世界市场 如果他卖的话 最轻的值一个亿 最轻的值一个亿 哎呀 他值一个亿 跟我也没啥关系 唯一的一个关系 就是他能弃着我 这个 你们有机会啊 可以看看 我可以给你配个图 让你看看 看看这个碗的前世金生 啊 看看他屁股底下 粘的那张口渠纸 这是让我后悔的啊 追悔莫及的一件东西 那么 没听够就再说一点啊 再说一点 跟这关系没 没大关系 是张画 我这人跟画没什么缘啊 历史上 有很多重要的画 失之交臂 有张画 不该 为什么说这张 这张不该呀 这张是我的专业呀 当年看见这东西啊 是在一个寒风呼嚎的 一个冬天 飘着雪花的夜晚 看见这么一东西啊 这东西呢 是著名的陶冶二十图 陶冶二十图呢 他有刊本啊 课的 有印刷的 我们都看过很多 但是他原本 从来都没有看到 一直以为这个东西就 丢失了 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画的呢 是乾隆八年啊 这个记载非常清楚 档案非常清楚啊 1743年前隆八年 这个独陶官啊 唐英奉旨去烧的陶冶图 什么叫陶冶图呢 就是制陶图啊 这个也就是冶炼嘛 就是制陶的这个流程 画了一个图 当时是没有摄像机的 是不能拍电影的 要是现在就是奉旨 去给我把这过程拍过来 所以这个图呢 就当时派了 宫廷的画家呢 这个孙护 周坤 丁关棚 三个人去绘制 唐英呢 就撰写图说 就是把这个过程 就解说词是由他写 那么这个 这个画册有多少呢 二十开 二十开呢 右图左文 就是右边你打开这个折页 右边是个图 画的这个图什么意思 左边呢 就是文字的解释 图文并茂 按照我们这个这个说法 现在的说法 这个他把陶瓷的公益流程 从一开始 这个找土啊 立批啊 置胎啊 等等 这个绘制上诱 等等这个流程 全部给你搞一个说明 非常完整的一本 记录景德镇 官窑瓷器 的一个重要的文献 这东西的重要性 我是知道的 我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问题就在这 你知道还让他在你眼皮子里也走了 这东西有多大呢 这么大 二十九公分 这么大 这么大一测验 后面写着 陈 孙护 周坤 丁关鹏 工会 公公敬敬的话的 前印 等等 有一些细节 上面这个画中呢 还盖有乾隆 无喜 无喜 你知道乾隆 无喜很重要的呢 就是乾隆 预览之宝 乾隆 这个 十曲宝集 乐善堂 图书印 等等 就是乾隆非常重要的一些私人图章 都盖在这上面 那这东西怎么碰上的呢 那么我看到它的时候呢 是1995年的冬天 冬天呢 那时候国内刚刚有拍卖行 95年呢 是这个 加德 汉海都开始有拍卖了 开始有拍卖 那时候就征集的东西就上来了 人生是需要很多阅历的 这是其中一条 你在什么时候 要知道轻重缓急 我有问题 我不认为我老婆有什么问题 她这狗袍式的让我出来 她是对的 因为她听说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尽管这信息是个伪信息 但在她不能辨识这个信息的时候 她的所有的态度都是对的 不对的是我 我第一 没有在轻重缓急之下 应该选择孰轻孰重 我应该先做什么 我应该先说 这东西我要了 我给你钱 我先把钱交割了 我再出来 我不在乎这 多跑两下 对不对 我不知道轻重缓急 第二呢 这个 在这个情况下 没有判断出 江湖险恶 江湖险恶啊 有的是人有招致你 所以这人用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跟我老婆耳边一嘀咕 说 那佛是假的 那牧佛是我们邻居做的 一句话 我老婆就把我刨出来 他去就交了交割了 直接拿回家了 他高兴 我不高兴 但我呢 积累了一教训 打那以后 我老婆怎么跑我 我也不会出来了 我肯定先把我的事办完 那么 这种事我讲出来 你们肯定很高兴 所有人听到 我吃点亏 你们可高兴了 不是你们高兴 我也挺高兴 人生就是这样 不管多痛苦的事 时间能够把它磨平 时间能把你的早年的痛苦 变成一个欢乐 家具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我的最爱 黄华丽家具 当年看一下 黄华丽大案 叫天下第一案 我写过文章 就叫天下第一案 天下第一案 不是天下第一案件 是天下第一长案 黄华丽长案子 有多长呢 有四米五二长 以我们获得的公开信息 全世界最长的一条黄华丽案子 这案子大约的年代 是明末清初的 它是以一种长案的形式的 一种嫁妻案 它活搭的 2003年 我去美国丹佛 去讲课 在丹佛博物馆里 专门去讲的 中国古代文创 一眼就看见这件案子 我说真没想到 这案子 飞过千山万水 不远万里 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丹佛博物馆里 赶出 我就问 我说这东西怎么上瘾 这来了 他说这是我们一个 收藏家捐展的 说您想不想见见这收藏家 我说想啊 他说这么着 我们这个给你安排一个 就是私人的小型的家宴 所以我们后来就到了 这个收藏家家里 这个收藏家当时把这个大案子 捐给丹佛博物馆展览 他为什么要捐呢 美国有这样很好的 这个税收政策 如果重要的文物 你捐在博物馆里展出 免征你的税 有这么个政策 那么这是2003年的事 那往前推 大概是1993年 这个时候 十年前我见过这案子 那今天说呢 就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四五年前 我见过这案子 这样子最初是哪儿出来的 是福建出来的 福建 莆田出来的 你看福建 莆田到今天 还有做家具的传统 它一定不是偶然的 它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所有你觉得这地儿啊 突然特别 某一个行业特别发达 你老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偶然的事 不是 它一定 你往前刀 它一定有传统 你比如 这个南通 地区 纺织业发达 你往前一刀 刀一百年 纺织业大王张俭 先生就在那创业 所以它 你往前刀不刀 它都有传统 莆田做家具是有传统的 这个黄华黎大案就在莆田的 一个村里 在一个神僧里 当时中国有很多很勤奋的家具商人 在中国大街小巷 穷乡僻壤子奔跑 去给你找这些东西 历史上的这些东西 历史上 我们家具都非常固定 哪生产的 或者第一次买到哪以后 它都很难动换 因为古代搬个家没那么容易 古代搬家一般没法带家具 它不像我们现在有现代的物流 古代没有的 所以这大案子 福建的黄花梨家具都好都大 它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黄花梨家具 主要都是苏作啊 北京啊 山西啊 其实福建的黄花梨家具 有特别好的 是因为当时有可能这个木头 是从福建这个港口上岸的 那么这大案子人看见以后就想买 当时案子还有一部分带有漆 这商人去的时候就一人 他自个儿跟我说 他一人去的 去了以后呢 就看了一眼 那时候也不能死去白咧的看 就说怎么买 那人家说那这事不行啊 这事现在在这个宗祠里是公共财产 得全村人同意 所以就开始开大会 开小会 开各种会 就折腾了一个六够 最后呢 同意了最终的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呢 在今天听呢 是非常便宜的一个钱 可是在当年 二十多年前呢 就 就很贵了 就很贵了 多少钱呢 三十万块钱 三十万块钱 这个当时呢 还 这个怕 因为那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啊 尽管那时候 民风还比较淳朴 但是 你也很害怕 我交完钱以后 他不认账 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呢 对吧 因为过去 有机会 我再跟你们讲啊 就是很多 在购买的过程中 因为那时候购买 跟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的金融系统 非常发达 那时候都是现金交易 现金交易 有时候交完钱以后呢 出现各种其他的矛盾啊 简单的矛盾 就是突然有个人冲出来说 这东西你凭什么卖啊 这是祖上留下来的 什么一打架 卖不成了 可钱 他可退不出来 所以 在那时候是有巨大风险的 他们就把这个交钱的过程 拍拼了 很有意思 两拨人啊 那时候啊 可不是像现在 一百块钱一张的没有 五十块钱一张没有 都十块钱一张的 那一万块钱 就一大嘎的了 一大嘎的 现在一万块钱是这么的一打子 今天十万块钱是这么大一包 过去一万块钱就这么一包 数钱 数一遍 都是清楚了吧 挂 搁过去 一万块 叭大 照一张照片 再数一万 搁过去 叭大 再照一张照片 就把这个交款的过程 那时候也没有摄像机 什么都没有 直接拿照片 那你想想这个 一万一万的挪 挪过去 这一卷也就没了 过去照相头是有交卷的 作为交款的证据 后来这案子就拉出来 因为这案子当时拉出来 就非常困难 太长了 一般的车都没有这么大的车厢 那么这东西呢 就下面就是该我了 该倒霉的我了 我看这东西人确实没加多少钱 但是呢 我也确实就觉得贵 买不起 买不起呢 也不是说绝对买不起 这东西是你弩着能买的起 你就是嫌贵 你一嫌贵呢 你就会放弃 当时就因为人家加了一些钱 我呢 嫌贵 没买 没买呢 这就这案子就不知去向了 可能经过几次导手 就流到海外 流到了香港 被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商人 卖到了美国去 美国一个大仓家呢 买了以后 给了这个丹佛博物馆展出 一展出就照着十年 照着十年以上 在丹佛博物馆这个东西展出了多久呢 大概展出了有十五六年吧 结果这东西又再现江湖 就开始卖了 在美国卖 估价多少呢 150万美金到200万美金 成交价是多少呢 卖了908万美金 和人民币 5000多万 那我当时要买这个东西呢 大概我想撑破了天 也就50万块钱吧 就是 它至少是我当年买的 一百倍的价格 一百倍的价格 那么 这个案子 从它生产出来 搁在使用者手里 搁在那个民间的那个祠堂里 一搁就搁了 三百五十年以上 三百五十年以后 谁知中国有一场变革 叫改革开放 中国人突然对这种家具 开始感兴趣 然后让他身价倍增 远离了他的家乡 在那个祠堂里头 待了三百五十年 那按照常规 有至少十代人 从他跟前走过 那么这件东西呢 没在家乡待住 颠沛流离 在国内转了一大圈 就经过香港 运往美国 在美国博物馆展出十多年 又翻回 又翻回来 现在这个案子呢 又回到了 我只能告诉你们 回到了亚洲 未必回到中国 我们讲了很多 失之交臂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喜欢文物 喜欢收藏 跟年轻时候喜欢 人是一样的 是吧 但这个跟人唯一不一样的是 你比如你喜欢女孩 就是看着漂亮女孩 年轻的时候 谁都喜欢 对不对 但当然他性格还得好 他性格不好 你一喜欢上 马上就不喜欢了 那么喜欢物 跟喜欢人呢 猛一看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这是物 喜欢了 能够再喜欢 喜欢一件 可以喜欢两件 喜欢三件 喜欢四件 只要你 手中有钱 你喜欢多少都没事 但喜欢人可不成 喜欢人 喜欢上了 要不然就搞到一起 要不然就只能退了货以后 再喜欢下一个人 我们讲的师之交臂的故事 拿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文物搁在这儿 你们一定不知道 你们一定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